最近好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这些政策往往会引起市场的一些波动 然后最近还有关于网游的一些 不一定是政策 但是这些揭露性记者 有时候冒着生命危险 报道出的这些问题 这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然后疫情最近又在发作 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引起经济活动的 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由此可能会导致市场的一些波动 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这儿也谈点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 你就想想这个单子上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问题 是不是问题 是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确实已经发生了 如果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后要避免要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越早解决越好 越拖到后面 问题越大 但有人说了是要解决 但是你别一块解决 这个呢 我就说 这个政府的 这个大家理解政府的决策机制 政府是有分工的 各个部门之间的有分工的 他们分头在处理一些不同的问题 也许呢 这些处理不同问题 这个出台政策的时候都密集 非常的密集 都集中到一段时间 这也是可能的 但是我说关键的问题 还是你要想 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解决 是不是需要 我们在今后的这个经济发展当中 要解决避免克服这些问题 带来的这些不良的影响 带来的这些负面作用 你现在对它进行调整 可能现在产生一些 对经济产生一些冲击 但是从长远来讲 这对我们的经济有好处 这就像 我们不搞大的刺激 我们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时候 经济这个有所下滑 因为疫情 有所下滑的时候 我们仍然去 这个处理这些坏账的问题 我们仍然去 努力保持经济的平衡 我们仍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 搞什么负利率 搞什么过度的这种刺激政策 我们保持好经济的平稳 均衡 我们就会在长期的发展当中 持续增长 而不是图一时的痛快 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也是不是去惧怕 解决这些问题 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 而是要从长远看 从根本上看 解决这些问题 对中国的经济的长期 持续的发展 是不是有好处 我们一个发展中经济 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们面临的国际的形势 包括面临的这种 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的事情 真正做好 我们真正怎么把 我们的双循环 特别是国内循环 真正能够顺畅 真正能够去掉很多读点 真正能够使有些方面 不是今天增长得很快 但是为明天积累了很多问题 使得明天的增长会有所下降 所以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不求短期内经济的没有波动 没有变化 而是求长期内 我们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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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dong 中 ин Villas